两天前呢我做了一个视频说欧洲的这个期货的天然气价格呢两个月之间呢下跌了66%已经接近这个战前的这个水平了 很多呢网友就质问我开玩笑了如果真是这样法国和德国有那么多的游行示威吗 而且它的电价那么高天然气呢这居民使用的价格还没有下降 对这些都是实际情况但是期货价格确实是降了 而且欧洲呢总体上呢能源是不缺的这也是实际情况 那怎么理解呢很简单每遇到天灾人祸的时候呢往往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很多人呢洪水摸鱼从中呢获得利益导致呢原来的这灾祸呢本来就是两三成 然后呢被人家无限的扩大了现在欧洲尤其是法国就是这样的 法国百分之七十呢靠的是核能但是呢核能发电站呢居然有工人呢罢工了 他的七家的炼油厂里头呢有四家呢也罢工了怎么回事呢通货膨胀太大了 能源价格上涨太凶了应该而言法国不会受这次影响 他呢本来呢进口俄罗斯天然气就很少而且呢本国天然气呢占总能源的占比也是很少的 他呢七成的能源呢主要呢来自于核电还有其他的能源 而且法国这地方呢离利比亚这比较近这个石油进口也很近 他的能源应该没问题应该不涨但是法国的能源法国的电力明明确确涨了 至少呢比战前涨了六倍左右为什么涨原因很简单 因为比利时卢森堡德国这些国家的能源价格涨了 法国的资本家呢为了获取利益呢把电力呢大量的给这些国家呢输送 而后呢也涨了本国的价格你看人家外国的涨了造成了能源的紧缺 所以咱国内的也得涨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呢这家的店里头呢原来呢进了100袋面粉 结果呢周围的几家呢没有进面粉但是突然的这面粉价格涨了 其他的呢进的这面粉呢这个是150的 而这一家呢是100块钱的现在呢那几家进了150的呢都按180呢向外出售 你说这家呢进来100袋面粉的他按多少出售呢自然是180很可能呢还要高 绝对不按原来的价格出售 这就是这个道理资本家呢永远都是要吃干瓦尽把最后一块铜板呢也挣到自己的兜里头的 所以呢这次呢哪怕是这个西班牙葡萄牙法国这些呢能源并不缺乏的国家呢 他们国内的能源价格也是上涨了英国的也涨了英国呢他是有北海油田的有北海气田的 他的能源供应其实问题不大但是呢别人涨了他们也涨很简单要是不涨那对得起自己吗对得起自己的股东吗对不起 所以一定要涨为了确保这涨价的顺利呢把这些自己生产的石油啊天然气都向那些提供给高价的欧洲国家 例如德国啊荷兰这些国家呢出口 而后呢自己国内呢造成的能源的暂时性的人为的缺乏 而后呢就可以顺利成章的这个涨价了 就像呢咱国内说的油没涨油桶涨了 反正呢法国的资本家那绝对是资本家中的资本家 咱也看过这个人间喜剧是吧 人间喜剧里头巴尔扎克描写的那些人物 其实呢他们还生活在现在 只不过呢人家呢剥削的手法呢压榨的手法呢升级了 原来的赤裸裸变成了现在呢有所装饰的 但是本质呢一点都没变 所以这个欧洲国家呢这能源是不缺的 但是呢就缺有良性的资本家 但是说要有良性的资本家那还是资本家嘛 所以就是这个问题 现在呢欧洲的这天然气确确实实已经不缺了 德国的天然气灌呢完全都灌满了 而且呢由于呢天然气飞速的上涨也导致呢德国大量的工厂呢要么停工 要么呢厂子呢移往海外 所以呢德国现在对天然气的需求反而是下降了的 另外呢老百姓为了呢冬天的取暖安全呢也购买了煤炭 购买了木头 购买了其他的能源来作为冬天呢取暖的应急物资 而且呢现在呢由于德国这个天然气价格上涨呢 天下人都知道这样上涨 很多的天然气船 LNG船呢都来德国 现在呢德国的这个汉堡这港口呢 外头呢几十艘的天然气船等着卸货 另外呢他还使用荷兰呢给他呢转用天然气船 现在呢港口外的天然气船呢已经多的不能再多了 你排队 那么想办法不排队尽快的卸货行不行 行降低价格 现在呢已经不是那些天然气商呢割德国人韭菜 而是德国人割这些人韭菜 哎你说我不卖给德国了 我也等不了这一两个月呢卸货 我卖给别的国家行不行 但是不行 全球的能源呢那基本上是一个萝卜一个坑 都有长期的供货商 而德国的长期供货商是俄罗斯 所以他们能挣这一钱 而现在呢德国现在已经呢把天然气呢储备的够了 供给他的工业不行 但是呢民用发电现在是绰绰有余了 所以现在呢期货市场呢 这价格下跌呢已经跌到了这个占前的这个水平了 而现货市场呢还有点略高 但是高也高不到哪去了 现在呢真不是德国人缺能源了 而是德国的资本家缺良性了 他们呢把这个从外国的LNG天然气商人里头割韭菜呢弄来的便宜的天然气呢 还按几个月前这个天然气最高价的那个水平给德国人卖 没办法他们说哎这些天然气都是我老早老早买来的这天然气 这价格呢比现在的现货价格呢都要高多少高多少 反正呢种种理由意思呢就是不能降价 那些呢供货商给这些中间商呢降价这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这些中间商呢把天然气卖给了中端的这个老百姓来说 这降价是不可接受的 毕竟呢谁也不会限欧元多是吧 美元欧元其实都是一个道理 所以现在导致的就是欧洲呢老百姓的能源账单越来越高 但是欧洲的能源确实是不缺的 法国的核电现在呢工人呢罢工 为什么罢工呢因为通货膨胀了 为什么通货膨胀呢因为呢能源价格上升了 为什么能源价格上升呢就是因为这些资本家呢提高了能源的价格 不是说能源的成本上升了 现在天然气石油的成本已经下下来了 大家都知道国际的石油价格呢现在已经下来了80多美元 而天然气下格呢现在下的更厉害 跟占钱的水平一样了 但是呢这个市场上的价格并没有下来 为什么呢就是这些资本家还想继续挣钱 你说这样的话政府不管吗 政府不能管 什么叫自由经济啊什么叫做市场经济啊就是资本说了算 像我们国家呢如果国家呢一定呢决定做一件事情那么有国家的强制力什么呢都给你能压下来 而在欧洲在法国德国在英国这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里头呢 这些关系链层层交错根本不可能的这些家伙呢没有吃的盆满钵满吃的呢实在撑不下去绝对不可能降价的 当然吃撑了他们还会继续吃 除非呢撑死 怎么会下降呢 除非呢大量的能源呢继续呢碾压 导致呢这市场出现崩塌 他们才会降价的 同样的美国的情况更加明确的说明了这种现状 美国它的天然气 它的石油都是能够自己的 自己自足的 它的别说页岩油了 它国内的这个石油呢 储量还是很高的 但是呢它的油价也跟着全球涨 为什么呢 因为要与全球接轨嘛 欧洲的价格是什么的 我也给你涨到这儿 美国人呢用这个天然气比较少 所以天然气商人呢挣的比较少 然后呢天然气传 一传出一传的往欧洲用 而自己呢生产的石油 炼化的石油 明明呢成本很低 但是卖给美国的老百姓呢 还是很高的 为什么原因很简单 人家欧洲的油价就是这么 全球的油价就这么 咱美国的油价也是这么的 你说拜登为了压低通货膨胀 到中东呢 让产油国呢 这什么呢 提高生产量 把这油价下来 那为什么不让美国的这些能源商人 提高生产量 然后呢把本国的这油价压下来 开玩笑 他呢能影响中东 但是他影响不了美国的能源巨头 美国的能源巨头 那都是养着一帮政客的 主要养的是共和党的 但民主党的也养了一部分 人家养着你们干嘛呢 养狗呢 是让开门的 养你们这些政客干嘛的 就是关键时刻呢 为人家说话的 为人家呢 投票支持的 所以呢 怎么说呢 全球的资本家都一个样的 看到哪儿涨价了 把本国的呢 哪怕呢 用到外国呢 挣这个钱 也不能让本国的人呢 受到这个便宜 捡到漏 毕竟呢 这个资本家 逐利是本性的 列宁说过资本家 会出售 缴死自己的绳索 这一句话绝对没问题的 哪怕呢 马上呢 国家就可能发生起义 发生革命 他们还是要哄抬物价 就像呢 巴黎革命之前呢 面包商人还一个劲的 把面包呢 价格往高了抬 到时候发生了革命 他们还这么干 结果呢 巴黎的老百姓呢 打砸抢 最后呢 谁都什么都得不到 而现在的能源商人呢 也就是这个样子 大家都说 这石油价格呢 降到了八十多美元 这怎么 有些地方呢 这油价还跟一百三十美元的 这差不了多少 这天然气呢 欧洲 这战争前的天然气 跟现在的期货前 价格差不多 这现货呢 稍微高一点 但是欧洲这天然气 怎么还是这个价格 或者说呢 欧洲这些电价 怎么还是 涨价的这个价格 应该下跌了 开玩笑了 要涨容易 突然呢 发生了战争 马上 全世界的这个油价 天然气价 什么都知道 但是战争结束了 这价格呢 要下降了 因为战争 余波的因素 因为战场呢 导致的什么什么因素 因为呢 其他的市场的什么因素 反正呢 专家会告诉你 很多很多道理 原因有很多 但结果只有一个 想涨价 没门 除非呢 资本家实在挣不了这个钱 才会涨价 才会降价 所以呢 这一想等降价呢 全世界都一样 你慢慢的等着吧 除非呢 人家把最后一块铜板呢 挣了 那才能降价 就像呢 把牛奶呢 倒到河里边 把棉花呢 这个用 这个拖拉机呢 碾到这个地里头 把这个楼房呢 炸掉 你说这些人 真没有良心 人家是讲资本的 不讲良心 资本家是不讲良心的 人家只讲利益 炸掉楼房 能够保住利益 人家就炸掉楼房 把棉花呢 埋到地里头 能够保住棉花的价格 能赚到钱 人家就把棉花呢 埋到地里头 同样的 这牛奶倒到河里头 比牛奶呢 便宜卖的话呢 这个利润更高 那么人家就把牛奶呢 倒到河里头 这样呢 倒到河里头 很简单了 剩下的牛奶 不就值钱了吗 管他有多少人 能喝到牛奶 管他呢 浪费了多少牛奶 人家要的是利益 这就是资本的逻辑 咱们呢 小时候呢 初中的时候 学的政治 其实呢 就是应用于 现实的情况 不要把那些书本上的知识呢 以为就是书本上的 马克思呢 那是慧眼如炬 几百年前就看出了今天 其实也看出了当时 也看出了以后 资本就是这样的特性 千万不要拿人性 跟资本去讲道理 资本是没有 这个人性的 很容易就表示 在资本呢 还是é 杀本 News 什么 发像